做法應該是把1.58的0.58去掉 那如果說我要把0.58去掉的話 那你就要告訴我只要整數部分 後面的小數部分我不要 所以在以色友裡面有一個函數 叫INT INT的話指的就是取整數的意思 整數然後前刮弧 你再一個後刮弧 你會發現 他就會幫你把1.58拿掉了 這個地方的話函數的使用就是在外面把它包起來 這樣就OK了 這樣子的話就變1 就是只留1啦 就是不會有那個小數點 那這樣的做法其實是比較精確的 不過有時候也是要函數 他如果沒有加INT的話其實結果也是會一樣 只是說 我們有時候在做那個 做練習的時候盡量還是求精確 就是不然的話有些地方 未來假如說他一定要取整數 可是你給他小數點 他就會出現錯誤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其他部分你可以再重新再填滿一下 放開 他就會自動幫你完成 OK 所以以後的話 請各位這個部分一定要熟練 那那個動作 好像蠻多同學這個不太熟 我再把那個重點 1點這邊 游標記得先放在這裡 點這邊有沒有 然後2文字 找到REPT OK 按確定或者點他兩下也可以 然後這個是他要的信號 就是要重複的字 重複幾次是根據這一個 然後除以100 那這邊的話呢記得就是說在前面加INT OK INT前刮壺 然後這樣子的話看一下後面本來是1.58 加了INT之後的話 那就變成1 那另外還有一個重點說你可能打字的時候有前刮壺一定要有後刮壺 少一個刮壺也不行他就一定會出現紅字 OK 那最後的話因為等一下你會考慮到向下填滿 如果以後你只要有向下填滿這個動作的話 他就會自動怎麼樣幫你把儲存格 儲存格 什麼叫儲存格呢 就是前面是英文 後面是數字 指的就是這個儲存格 跟這個儲存格 那往下填滿的話這個一定要增加因為他 抓下一個 所以這邊的3 不用前面加一個鎖 可是這個呢你向下填滿的時候這個要不要將增加一個 不行嘛 所以記得在這個1的前面 加一個錢的符號OK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都是細節 每個地方的話如果你熟練之後 那很快按確定 那你的答案呢就會很快就位完成 所以剛剛的最後的答案在這裡 盡量就是熟悉一下這個操作環境 如果你最後的那個答案呢假如說實在是 不過我建議啦 你們最好如果實在不熟的同學如果你已經很熟不用記啦 但是如果不熟的請準備一個筆記本吧 不然的話你千萬不要以為你都記得起來 到考試的時候你全部都忘光光了 OK所以請記得啦 上課也許不然就帶個筆記本吧 也許我做完你就把它記下來這樣子比較OK 不然的話我看切換 切換畫面給你們 之後我發現很多人 全部都會腦子一片空白又不知道什麼 怎麼一回事 除非你真的已經很厲害了 已經很熟了 那我沒有話講可是如果你喔 我剛看了一下動作好像蠻多同學都非常深色 可見了你們對這東西 真的是完全 不在行 大家我跟各位講這個城市e sale 是 以後要成為上班族最低限度啦 因為目前 使用量最大的e sale 所以你如果進公司第一個e sale不熟 很抱歉 那你工作效率怎麼會提高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話如果你不熟的話 那請你帶個筆記本吧 其次的話呢我會在雲端上面 也會幫各位拍照 放在這邊 所以每一個每一個 這邊 都會有我們需要 做出來這個效果的畫面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待會切到那個l e n 因為第二個我們會用到l e n l e n這個範例裡面喔 不過他好像要卷卷上去啦 因為他這邊有第一個 這個是長度啦 那什麼叫長度喔 就是說這裡面有幾個字的意思啦 l e n實際上就是那個l e n 就是那個長度的 縮寫英文l e n的縮寫 所以 我們如果要算什麼呢 這裡面有幾個字的話 幾個字喔 那以前你可能要1234567 不對啊 那這樣怎麼算得完喔 所以 基本上呢 我希望算裡面幾個字 千萬注意喔 不要用眼睛去數 因為其實i SEAL就是不要 叫你用 土法鏈鋼 也就是裡面呢 所有的方式都可以透過函數 透過程式 去幫你找到 結果 如果你用土法鏈鋼 你乾脆不要用這個軟體了 你就用紙本就好了 你幹嘛用電腦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怎麼知道這裡面有幾個字 我們可以插入函數 找到l e n這個函數 所以一樣在哪裡呢 文字 裡面的l e n 所以這邊的話 l e n 找到了 那接下來請各位慢慢習慣了喔 他會跟你講一些你要什麼東西 他幫你傳回什麼東西 也就是幫你算裡面有幾個字的意思 所以他數數數數完之後告訴你結果就對了喔 所以 那 只要給他一個什麼文字 所以按確定之後你給他文字在哪裡 好他會問你說 你的文字在哪裡啊 那你就告訴他在這裡 就是b3 你幫我把b3裡面算一下幾個字啊 他就算 算完之後吐回來告訴你 有10個字 OK所以結果呢他就把這個10 再丟到這個儲存格按確定 好 那你把他向下填滿 這個地方就不用鎖了 因為如果鎖住的話 所有都算b3的 所以我要算底下吧 所以你不鎖的話 b4 b5 b6 放開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的話其實主要我們要算身份證字號 他裡面有沒有錯誤啊 就有的人明明 身份上應該幾碼呢 應該10碼 可是有的人就輸入多一碼多一碼要怎麼判斷所以 你要把他找出來 哪些是錯誤的 你會發現這邊兩個是錯的嗎 所以你知道 當然你這邊後面我們還講邏輯判斷了不過請各位 先試著 把這邊 先做出來 OK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一下 當然第一個啦你要提高那個你的做事情的效率 第一個一定要 對Excel 的這種 操作 一定要非常的熟悉 所以以後啦 像上學期 你們那個學 學長姐 他們 有的人在外面打工就說哇學這個之後對他們幫助 真的太大了 好像有人現在什麼類似像物流公司宅機變之類的他說哇裡面 如果 每天那個物流 鍵數這麼多他如果不會Excel的話他真的沒辦法 在那公在那邊繼續下去 所以會了之後的話 發現他這邊剛好可以用上 所以如果你沒有打工的話 或許 這個這個軟體如果你學會當然相對你的機會相對會更更更多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把REPT加跟LEN這兩個函數先試做看看 那我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一些提示 你們也可以參考如果你的動作比較慢的話 那不 你不然就是說記得要把 那個動作 用那個筆記本 把它寫下來 要不然的話你可以記在你的手機裡面OK啦 或者你用拍照 反正你各種方式 只要你可以 把這些學會 並且能夠在 期中期末考試 你可以把它現在記起來以後還是能記起來的話那當然就沒問題 喔 好